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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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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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起上來有些是十二小時以二十四小時超馬 最瘋的據我所知是三十六小時超馬 我沒有跑那麼長 我最擅長都是跑創鼠賽 創衝運動場應該都是 應該創衝運動場可能都是標準場都是四百 你看看什麼圈 四百 通常都是四百 四百 我自己心底心細不知道要不要參加 因為其實很悶 在運動場跑不斷轉圈 還要同一個方向 如果創鼠 理論上跑完一半就要調轉另一個方向 令腳沒有受傷 不用轉死一邊 沒有那麼容易傷 但是那次還有很多是為了管理方便 是沒有做到這件事 方便去補給 它方便 因為每樣東西都要調轉 我報名之前 就試過 就是去創衝運動場 試過 看看好不好玩 能不能夠報不報 你能夠幫助 最廢物這樣 結果 沒有計算縣 所以使가 我沒有想過100公里,我跑50公里,你隨隨400公里,即是幾多個圈?250公里,50公里隨隨400公里 是的,應該是,很拿命,於是我就跑了一個半馬,20多公里,總結了一個經驗,你沒有計圈,是計距離,這樣就好做很多了,計距離,即是你跑多少公里,跑多少公里,這樣就好做很多,最後我就報了名去 那次應該是超級馬拉蟲協會第一場賽事,在葵中,經驗都難忘了,因為跑一下跑一下,一邊就有少少遮陽,一邊就好曬,非常沉悶 這個是日照的問題,那些房子就遮不曬,是,有些位置比較,逆風,順風都有,它又不是很大風,當然跑起來就覺得很辛苦,跑完那次就有很多誤會,還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譬如算圈速就算少了,然後怎樣辦呢,有人會去吵他,於是他就說,可以看你的app,自己的手機又可以,手錶又可以,都可以可以,就不用算他那個,因為他算少了,然後那些攀長又出現了意外了, 所以都挺要命的 可能是香港的超馬比賽 未成熟呢? 可能不普及 始終不夠外國 台灣那些那麼密 搞起來比較多脫漏 其實我自己覺得的超馬 不是那麼成熟 還有他是借兵的 找了台灣人來做裁判 還有掛名這些長途賽出名的人 用頭牌吸引力 那次我也是一個難忘經歷 跑到最後的時候 突然發現兩行血淚 原來摩擦都流血了 在乳頭那裏 自己都不知道 原來真的有什麼事發生過 有上爲症的 有時候不知道你為什麼會流血 有時候流有時候不流 我也有這個經驗 其實可能是衣服的質地 天氣 還有那天 如果衣服很快濕了 其實也會有危機 濕了就聚了就會摩擦 不知道 我也試過 有時候會有時候不會 但牆流得好 兩行血 整件衣服都是 是呀 倒下來我也試過 從資之後 我就會用乳貼 乳貼如果尷尬的話 就用醫生膠紙 白色那種 打橫打碟 貼著它 跑的時候就好一點 通常會在 全馬就會 半馬都不需要 半馬都未吹血 是呀 很少機會 可能有時候是敏感 敏感令到它 越磨擦越敏感 有時候有時候沒有 是呀 對 另一個男人之痛 除了這件事情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 腿那 腿那 也有的 磨損 也有的 這個也是麻煩的 腿那 我有的經驗 跑長途時 就小心 要穿內膽 柔軟一點的東西 是的 我們跑步的人 有一个男人之痛 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 很多时候人们跑步是不带身份证的 因为带了身份证之后 跑完步就放进洗衣机里面 整天都不记得拿身份证出来 不带身份证是一个 其实就不是那么好 因为有时候有什么意外 人们就可以查证 另一个就是不穿内裤 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很多做运动 或者你穿个球褲 短跑褲也好 或者运动褲也没有穿内裤 有胆的 打篮球当然不会 打篮球可能长的 入面穿底褲或者穿单车褲 或者短梯那些褲都会穿的 底褲真的 你不会再穿底褲再穿短跑波褲 通常都是有耐胆 其实是可以的 是啊 跑一下跑一下 有分上下跑龄有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不穿底褲 不穿底褲 因为方便 穿底褲其实多余 一成身汗 你有耐胆便不用 另外 于是 就将一条跑褲 再穿底褲 都会的 因为你穿一条跑褲 然后穿一条长褲 出去比赛 或者去运动场 或者出去外面 去到 去到 便除了一条面褲 便跑了 对 最多可能带多一条替换 跑完之后洗澡 抹身也好 便换回 便穿底褲 会是这样的 这是很普遍的情况 替换是另一回事 这是男人的 包括个人的秘密 跑友之间 跑到牆壁的时候 便会不穿底褲 另外一件事 就是背心 你跑步的时候 穿T恤 还是背心多呢? 我就背心的了 是 另一个跑友的特征 跑零跑到那么上下 便喜欢穿背心的了 因为跑步最忌 就是热的 所以几大年 有得脱衣 都连衣服都脱了 当然穿背心 凉快很多 因为香港天气始终 冬极有限 要跌到个位数 起码才穿T恤 长袖 基本上长期都放衣柜 长袖的运动衣服 都不记住行李 因为不记住行李 因为有把握 跑掉了 其实不记住行李 其实问题不大 也是 因为你记住行李 其实都是去到维园拿回 可能很多行李 一个腰包 电话身份证 其实最难处理是这些衣服 跑完湿了 要找一件替换 可能都要有一件替换 所以都会有少少人理 我便不怕冷 所以我不戴 说起有上一刻跑龄 就连续到另一件事 有关伤患的问题 你有没有见过 跑了两三年以上的跑友 没有伤患的呢? 这个现象都挺特别的 反而跑龄浅的 可能受伤机会都有机会大的 因为可能他一开始接触 因为现在跑步都比较普及 挺普及的 很多接触跑步 参加了10K比赛 或者很快就接触到比赛 就变成了很 心就会想练比赛 实际上有少少时间上 可能会有少少执着 在时间上 练习 变成了伤患的机会大了 超了自己负荷 香港有一件事 基本上很少全职运动员 也不是很多从小训练的 是的 很多中途出家 包括小弟也是 那不奇怪的 问题就是 不像日本那样 全民运动从小就已经有训练 是的 有个基础 有个基础 他们注重跑支 记得我当初跑步的时候 都是这样来的 我们以前没有讲究跑支 没有什么的 以前是直接穿一双普及运动鞋 就是那些行山 那些鞋就跑步了 又不懂得奸鞋 以为穿起一双鞋就懂得跑步了 很多时候有错误 香港人就没有研究到跑支 还有有一个就是冲成绩 很多时候就会伤了 我自己发觉伤的时候 最多就是 初初就不会伤的 你跑了10k的机会 好像都少一点伤 10k都少的 今天10k你训练量都不会太 可能一个星期 你不会跑速7天 其实你每天跑 例如你每天跑 可能跑龄也有差不多 才可以做到每天跑步 如果你普通 你只是应付10k的 其实不需要每天都要练 可能一个星期 三两天都可以 我就比较 比较幸运 我接触跑步 我最初接触跑步的时候 比赛的风气 没有现在那么厉害 没那么多 我就变成了 我完全对跑马拉松 或者比赛一知半解 我纯粹在家附近公园 或者在海旁 跑一下 纯粹是乱跑的 很长时间浸淫了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反而对我 对跑步浸淫了 我觉得是好事 培养了我真的喜欢 慢慢地跑 叫做赤跑 我自己形容 这个阶段都维持了很多年 慢慢地在后期 才接触跑步比赛 参加跑步 我自己觉得 基础上 比较打得比较好 但是 也不是因为这样 没有受伤 我也有受伤 所以受伤 与跑步 其实是很密切的 这些关系 跑步 以香港来说 没有受伤的跑友 有资深跑友 应该挺难的 你当时受伤是什么部位 我受伤的部位是 脚底 应该是脚底筋膜炎 筋膜炎就是 就是脚底筋膜炎 对 就出现一个 很疼痛的感觉 尤其是 起床那一刻 我未至于 坊间说到 下不了床 走路 很痛 我自己形容自己的程度 就是 比较中度 偏向轻微 如果很严重 我就跑不了 我都还跑得到 慢慢舒缓 我就 赤足 或者平时轻松跑 就慢慢舒缓 反而近一两年 都有一些好转 变成 不算严重 这个情况 你比较幸运一点 我自己的跑步 其实都跑了很多年下 就没有参加比赛 那我就在冬天的时候跑 以前就不跑 在公园自己跑 就 算时间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四五分钟 一个小时 在上班之前 就跑了 后来就参加比赛 第一个比赛 就是半马 然后第二年就参加全马 全马完成之后 然后就没有很多赛事 听老sir这样说 其实你都是一开始就参加半马 10k可能都有参加 就不是很多 一开始就参加 是的 半马的时间 但就两个小时 十凌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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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时 不过二十分钟 半马 没有尽力的 是 觉得OK的 反而我是同一个比我年轻的朋友 一起跑 他就去得很尽 去得很尽 就开始就 始至年轻 跑得很快 那时候 那时候 可能都三十凌四十岁 他可能二十凌三十岁 但是参加了一次半马之后 他从此又收拾 没有再跑步 因为伤了 拼得太尽 拼得太尽 很辛苦 然后第二年参加全马 参加全马四个小时 都是二十凌分钟 我觉得不错 又是美尽全力 不错 又是美尽全力 第一次跑全马 然后 报了很多赛事 很快 参加马拉松之后 第二年 就开始 就开始有伤患了 伤患的情形 如何呢 我们留下下一节 老sir主持网台节目 《跑步与健康》 我们继续跟小平谈谈跑步 说到伤患了 一个筋膜炎 是跑步常常有的事 原因是因为过分拉扯 那些脚底里 有很多条筋 由脚趾里 一直伸展到 集中了在筋膜 那里一点 连结在那里 你运用得太多 太疲倦 那里就会 形成筋膜炎 有些人说 生骨刺 事实证明了 所谓骨刺 就是身体年纪 逐渐逐渐 久了之后 就会不顺 生骨刺 不等于有感觉 不等于痛 所以 筋膜炎 开刀割了骨刺 就不等于实解决问题 有骨刺 就不等于痛 换言之 其实是一种疲倦 不是跟骨刺有关的 是痛 是因为不通 血气不通 所以引起的 我自己就试过 筋膜炎 嚴重到 早上起床的时候 落地都痛 那一轮 那一阵间 血气走了 他就不痛了 是 是 就是慢慢走远 又不会痛 不痛 然后跑的时候 跑生气了 他就不痛了 又没事了 是 是 很兴奋 但是跑一下跑一下 跑得久了痛 或者跑完 停下 就痛了 是 那一下就开始来了 是 我曾经试过 参加比赛 筋鲁炎 都参加比赛 没事 一用跑就可以了 跟着呢 约了家人去看电影 看电影就坐在那儿 是 就大件事了 是 看完电影出来 走都走不到 走不到 那一下就发作了 根本原来一直在那儿 是 因为你跑完 跑的时候就不痛 是 跑完之后 你坐在那儿看电影 看完电影 根本就走不到 坐在那儿 就想办法解决 那 为什么会引起筋鲁炎呢 是因为 姿势 跑脂不正确 我们呢 就用脚跟撞进去 不是撞进去 不是撞进去 而是 屈得太多 就是 捉弓 拉斜 屈得太多 屈得太多 于是 就形成了 那儿会受伤 受伤了之后 就研究跑脂 然后就去看医生 又去看骨医 又去看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师 就说我有扁平足 所谓扁平足 就是 足弓太低 所谓低 就是 通常会拱起 手都摄不下 有些直接整个扁了 这个就是扁平足 有些是足弓过高的 高的 高的 那就不离于 跑步了 那我就知道 参军的时候 当兵 有些地方当兵 看你有没有扁平足 有扁平足 说不走得远 所以就可能免疫 不用参军 我听闻 那你治疗师就 只要我用矫形鞋 托起 托起足弓 令它不要低了下去 用这种方法 都不便宜的 应该要量身定做 是啊 看你的程度 后面 就不垂直 那个 脚跟脚跟脚的位置 是歪了出来 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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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拉直 那它没得拉直 它就用矫形鞋子 一边占高一点 令它扭回正 中间就浪高 它认为这样就对了 配了矫形鞋子 好像两千元左右 接着就要看骨科 物理治疗 这样做 就订做 回来之后 不行 不行 不行就有些免费修改 因为走过来很痛 它是要我上班 又要 跑步又要 除了二十四处 就不行 我就缴了几次 就修改几次都不行 证明后来我就 采用另一个方法 就是偶然之间接触到赤竹 它们的理论认为 是因为小运动 现在现代人 穿鞋子太多 令到脚底肌肉 就退化了 反而赤竹走 或者赤竹跑 就令它弱化肌肉 重新强壮 它们的理论就是这样 这些事情 我就由逐渐逐渐开始 那时渣打马拉松大咬炎 之后我就开始训练 就由15分钟 3K在运动场赤脚跑 跑 开始 很神奇 一个礼拜之后 逐渐逐渐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就没有了 那个痛症 痛症 那脚弱鞋子早就丢了 都不行 硬要用机械性 来托着它 托着脚高的脚 你只能硬它 越厉害 反而用赤竹 训练足弓 恢复肌肉强度 反而有效 加强足弓的力 我当初有筋膜炎 其实我也很幸运 情况应该不算严重 其实当时有发出来 我都觉得应该是操练过弄 是 这是很大原因 对于我来说 我记得是 都是跑完驾马之后 发出来的 足底筋膜炎 看过医生 也有針咎 試过 西医都有看过 西医没有 西医最好 打自动針 最好是打雷固醇 我又不太知道 要打自动針这么严重 雷固醇 但是打很少 是的 消完药 针浸一下 给一些药粉浸一下 好像没有什么改善 反而我就是這樣去了赤粥 試一下赤粥 又沒有這麼神奇 馬上沒事 我一個星期後開始慢慢慢慢 我又沒有這麼厲害 情況沒有嚴重 我還有赤粥 還有鴉拖 情況慢慢輕微 但是有沒有斷尾 我覺得粥底甘胃炎 不可以說斷尾 不可以說完全沒有事 現在更好一點 不是情況嚴重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粥底甘胃炎當然是過爐 我為什麼好得上呢 除了赤粥之外是改善了炮脂 這個都很重要 跑脂這件事我都很注重 因為我們覺得人是天生會跑的 不過應該用前掌先接觸地 然後整個腳掌就落地 腳跟不是不行 是不要用力 很多時候我們的錯誤跑脂 很多原因是因為 身體是腳 用腳掌落地 腳掌落地其實是一種殺制作用 因為腳掌落後才到前掌 到前掌再撐出去 於是你是一種殺制作用 還有你撐的時候很容易令到疲倦 改善了跑脂 可能都對筋膜炎 筋膜炎有關的 除了赤粥之外 我們其實有幾種方法 你用熱水滷它 或者是滷它放鬆它 他們用網球之外 他們用了一種方法 就是握毛巾 握毛巾 握毛巾其實就是 訓練腳底的足弓 肌肉 你赤粥走或者跑 反而效果可能更快 不過其他要循序漸漸 因為當有了筋膜炎 就變得更多看這些方面的研究 以及結合自己的看法 看外面坊間的經驗 那麼大多 下去去都是我們 魯Sir剛才所說的情況 或者方法 都是大從小二的情況 但是跑脂很重要 是的 還有速度也很重要 我覺得 你自己跑回自己的速度也很重要 你要改變速度加速是可以的 不要操之過急 你要等機會讓它適應 那麼 赤粥筋膜炎的處理方法 以西方來說 通常會打類股巾 其實打很少的 小弟也試過 左邊有事 好 打類股巾的作用是鎮痛 其實只是鎮痛 也是鎮痛 立刻就好 比較治療的方法 所以西方都叫你 你要休息三個月半 半年才可以 很多跑友 有了速度加速後 其實都是停了 是 是 我們其實不需要完全停了 是 輕鬆地跑 或者是另一種運動 是 即是轉了那個方式 但是 你平時可以用任何方法 例如熱水滷它 都有舒緩作用 除了足底筋膜炎之外 另一種最常見的傷患 就是膝頭骨痛 膝頭骨痛 是的 這個都很大困擾 很多人跑得多都會痛 我自己都很幸運 只是一次過 試過一次濕頭骨痛 自己想下去的原因是 因為你用腳跟落地 腳跟落地伸直向前跑 跑得快的時候伸直了腳跟 你跑得快 一定伸直了腳跟落地 把力量累積上來 於是撞擊腳跟落地伸直 就會伸直上來 膝頭骨痛 這就變成一個牽動的情況 反而我膝頭骨 以前跑步 有時會出現這個情況 膝頭骨痛 反而這幾年就少了 可能你轉動了跑肢 或者知道方法 避免了膝頭骨痛 都很幸運 輕微的觸底筋膜炎 膝頭骨很少痛 筋腱也不錯 繼續注重跑肢 還有自己留意身體 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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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比較重要的 第三样多的是靠颈肌肌 就是大腿膝蓋之上的侧根 那里经常会受伤 再有一样东西就是亚基利舌症 就是脚踩对上肌肉 原因其实多数都是因为硬 硬得太多 硬得太厉害 所以我改了跑肢后都很轻硬 我现在采用的跑肢 就是向前伸出去 利用地心引力前傾 向前伸脚之后 然后另一脚又继续伸向前 不需要硬 于是就会省力了很多 比如伤患就会少了 还有耐跑了 我们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们现在发觉跑步越来越长 最近都有一个超级马拉松 就是在龙和道那里 你应该也有去看过去拍照 有没有像是你去拍照 因为有跑友有参加 我就去观摩一下 为他们打气 留意一下 我自己暂时没有训练 关于超级马 暂时都是 跑马拉松都已经 很够了 很够的 暂时够 很够应付 因为超级马真的要在 跑量都要很厉害才能做到的 龙和道的超级马 应该是有6小时 12小时 是否这样分 还是50 剩下100呢 我没有什么 50 100 100 有50 还有6小时 好像我记得 没有100吗 好像没有那么长 好像是 还有些接力赛 接力赛 那些只可以分辨 对 龙和道也是超级马拉松 做搞手的 他本来应该不是第一届 有几届 龙和道也有几届 因为我有朋友也有参加 因为之前有些接力 有些个人 搞了好几年 如果你说中华龙和道 是的 以前我记得是2K 2K一个圈 要进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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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 是的 隧道 我也曾经留下了 深刻印象 我们现在不讲政治 难忘的经历 亲身经历过 是的 就是那条隧道 是的 现在好像不用经历 因为想就交通问题 缩短了1K 1K一个圈 变了转圈多了 变了人多了 会被堵塞了 是的 我有看过路线图 因为有跑完就看到路线 变了屈 屈一转 两转 三转 应该有三四个转弯位 大概 多了转弯位 1K 1K多了 1K一圈 变了 应该难跑了 如果这样 当然 人多了 人被堵塞了 是 会沉悶一点 虽然不用下隧道 上上落落 那谁沉悶一点 你的运动场 一圈 400 越长 当然越好一点 哦 即是那个 400 真的 都挺要命的 我已 其实讲二 一百二十五 哈哈 才正确 数圈就真是很要命 是 我自己的方法就是 看APP的距离 可能就容易应付些 其实呢 跑啊跑啊跑到尾 上下的时候 就不是再 捱了 都是捱了 我自己的经验 就不断 吃水果 是 補充 一 他不断转转 一卖去 就吃 西瓜 木瓜 哈哈 哈哈 这个保级都很重要 是啊 可能有些人没有跑过 仓鼠跑的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 其实 就是 你可以有时间给你休息 是 累积距离 是 累积距离 那 就 因为 后台够硬 其实奖金不小 这次 有些分组成 15,000美金 那 那 冠军有15,000美金 所以 因此 就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事件 那 就 我们有个 跑友 就曾经在台湾 就拿过 拿过 组别冠军的 那 那就 他就分享了他的不愉快经验 那 就 就 后边 就有个 外国选手 那 那 是 是蒙古的 那 女选手 不断在那 突然间大叫 要阻止他 因爲 一万五元 对一个 蒙古地方来说 冠军奖金都相当吸引 了 那 听说 那个蒙古选手 就去年都来参加过 他不断嫌疑阻止他 然后香港跑手还被他从后面推倒 推到扣针 红马布前头也有 红马布推脱了 整个扣低了 就伤了 都挺没品 这种是坏风的不可掌 那位跑手就为了继续比赛 采取息事凌人的方法 就没有投诉到 其实比赛有很多碰撞 就算超马我没跑过 一开始的时候你推我撞 有时有点有心 有点无疑 但其实最主要是 自己要小心 因为始终竞赛 自己要施前顾后 我们都要顾一些道德 比赛有比赛的规则 比如比赛的时候 你拿水 没有突然间撤进 好像刚才蒙古选手 被人投诉 突然间撤进来 拿水 我们应该是慢慢打斜 撤进去 先去拿水 不过现在人多了 这些情况就很普遍发生了 一个撤进 一个没有在别人面前突然间突然间碰撞 应该是离弱点 突然间停了 那些都有的 有时跑跑一下 都挺拿命的 都拿命的 是啊 因为跑开的节奏 突然间停了 就会阻止后面的人 一个是喝水 一个是没有随便丢些东西 令到比赛会比较唱顺一点 我们今天就讲了很多比赛的情形 有机会再找小平来 多谢小平 好 多谢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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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